有人说想画IG贴文但是用1080 也有设定300DP啊 但画的时候还是会有毛边 最佳尺寸就是看你的用途 那像我平常画IG发文的话 我还蛮常用内建这个方形 它是2048x2048 那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 IG啊、FB的贴文最佳尺寸 就是Google一下会有一个你发出去的贴文的尺寸可以查 然后你会发现发在社群上的尺寸都不会太大 如果宽跟高有到1000、2000就算蛮大 很多都只有几半而已 IG的贴文尺寸是1080x1080 然后这边要注意的是 1080x1080是发出去之后最佳的尺寸嘛 那你在画图的时候如果开小于1080 那你发到IG上面之后可能会糊掉 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如果你开的太大 比方说你开10800x10800的档案 一个超级大的档案 你在上传IG的时候因为它会有一个压缩的过程 那那个压缩过程也可能会让你的图糊掉 所以如果是社群要用的 你可以去查一下你的社群平台 一个最佳尺寸是多少 那以我自己的经验如果是1080x1080在画图的时候 然后我会觉得画布有点太小会比较容易看到那个 像素马赛克的格子 所以我通常会开到2000到3000左右 那如果你是要印刷的你就看你要印的东西多大张 你要印A4 A3 4开 8开等等 看一下它是什么尺寸 那就用那个尺寸去画 因为这个档案开太大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档案开太大只是占你的iPad的容量空间而已 有人说想画IGT的文章是用1080 也有设定300DPI 但画的时候还是会有毛边 就是这就是我讲的 好我现在开一个1080x1080 宽度高度1080 DPI300最多图层400 DPI是解析度的意思 然后这边可以注意的一点是 在Procreate里面选画素当单位的时候 DPI基本上是可以忽略的 因为DPI的全名就是 Dots Per Inches 单程中文就是每一英寸里面有几个点 那这个点就是画素 也就是每一英寸里面有几个画素 所以当你的长度用英寸或是公分的时候 这个可以换算一公分或是一英寸里面 你要有几个画素 但是当你的单位是画素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算说一个画素里面有几个画素 因为就是一个画素 所以在单位用画素的时候 可以发现这边 刚刚最多图层是400嘛 我这边DPI就算解析度再把它提高 最多图层也不会变 然后把它变少 最多图层也不会变 就是在单位用画素的时候 DPI怎么设定都 不会变 突然延伸好多姿势 对啊 因为我每次要讲这个最基础的东西 然后就会发现 其实最基础的东西里面 就会包含所有要知道的电汇的尝试 所以其实讲下来会变得很复杂 比方说像尺寸好了 因为开一个画布尺寸 就是所有新手刚接触电汇一定会遇到的 一打开 ProCredit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设定尺寸 然后就开始问 画素是什么 解析度是什么 然后就会想说 怎么办 我现在跟你解释要讲一两个小时 然后就又觉得那个内容很难 然后对一个只是想要吐吐压 随便画点东西的人来说 好像有点学太多东西 可是不讲这个的话 又没办法真的让你了解 画素这个单位这个尺寸是在干嘛 我之前有写一篇 就是很详细的在解释 所谓的画素像素DPI分别是什么东西 时常要画电汇 或是发现画电汇的时候 然后很常尺寸设定 有出问题的人就可以看一下 那里面我也把我刮色彩设定 我也有写进去 CMYK或是RGB这个东西 那这个也可以大家先存起来 就是以后要用的时候 忘记怎么用 就可以回来看一下这个文章 那我在开始讲 颜色配置是什么之前 我先来解释一下 开1080会有毛边的这个问题 我现在开一个1080尺寸的画布 我选一个 比较没有手绘的那种效果的笔刷 这个圆形喷枪 那我只要放大一点点 这样就看得到它出现这个所谓的毛边 我把它放大放大放大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一个的正方形 那这个正方形就是像素本人 这一个正方形就是一个像素 所以如果你很闲的话 可以去算一下你的画布是不是长宽 真的是1080个像素 那为什么开1080会容易看到毛边 看到那个像素这个单位跑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加啊 这边有个萤幕尺寸的画布 那在萤幕尺寸的时候 它是写2732×2048 所以就可以知道你的iPad这个萤幕尺寸 宽2732×2048 是比1080都还要大 所以你开一个比较小的 等于说1080的画布可能大小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你现在用比较大的 放大的方式来看它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个毛边 这个毛出不了 因为你把它擦掉之后啊 就会看到更多的正方形跑出来 它就是像素本人OK 所以说你开一个1080的画布 然后在画它的时候很容易看到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IG的贴文 你可以拿手机来旁边比一下 IG的贴文它的实际大小 就是你用肉眼看实际大小 可能就这样而已 那你只要放这个尺寸去看 然后看不到毛边 它就是正常的 interview Yo Hong Kong 他叫十分 尽不去 你 你 发抄 回会 所以 你